欢迎各位亦友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在礼拜五的下午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召开了记者会 宣布将会是推行多项的抗疫新措施 另外他还强调特区政府无论疫情 如何严峻都好都是不会放弃投降 而且还会尽最大的努力 实现动态清零的目标 另外去到晚上有消息引述 说特区政府正在研究 连非法谱和楼上的宗教场所 都要被纳入庭运处所名单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林郑疑似爆粗的情况是怎样的 她那句话原话是这样说的 除了供应 不是 屌 除了提供紧急 和必需什么什么 整句话就很清晰听到中间有个字 是疑似 跟一个粗口字是同音的 去到晚上 政府的新闻稿 就已经没有了相关的语句了 到底林郑月娥这次是否又再失言呢? 越来越临近这个新一届的行政长官选举 似乎林郑月娥都是表达出一种烦躁不安的感觉 被人看到 为何她作为一个这么知书适礼的高级知识分子 标榜自己年年考第一的 讲大毕业的 讲粗口不行的嘛 大家知道建制派经常批评说别人说粗口 就教坏小孩的 那这个林郑月娥到底有没有说粗口? 这个我认为是要正视的 如果林郑本人认为她是没有说粗口的 她应该马上出来澄清 并且还要纽证所有指控她说粗口的人 就说她们是制造假新闻的 就说她们是在那里作评,扭曲事实 你出来说的嘛,澄清的嘛 如果你说没有说的 大家这么多几百万人听到那条片 都觉得你有说 你都仍然可以否认的嘛 哈哈 如果她说是有说的 麻烦她就出来郑重道歉了 因为她教坏了很多小孩 根据建制派那些政棍的逻辑 就是凡亲有人在公开场合讲粗口 那些小孩会照学照跟的嘛 那现在个个看到你林郑在记者会那里说的粗口字 那是不是要道歉呢? 当然我觉得以上那些无谓的东西说来浪费 不过既然那帮人那么喜欢执着于说不说粗口 那就出来交代一下嘛 是不是呀? 一般人说是你少得撒皮 说是你怎样炒虾拆蟹 有什么所谓呢? 不过那帮人对这些人很执着的嘛 对于这些东西是粗口嘛 我没所谓的 好了 接着又看看那些这样的建制派 怎样帮他互端 其中一个就是立法会议员田北辰 他就认为不必执着于发音 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以市井的语气就可能更加贴地 这个就是田北辰所说 人家爆粗你就要谴责他 林郑爆粗就更加贴地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的辩驳 好了 不要说这些东西了 说回林郑今天 在记者会上 究竟宣布了推出什么新措施 第一 他就说 要将每日的定额检测量 目标提升到增加至20万次 并且在广东的协助下 去到马安山体育馆 重设火眼实验室 第二 特区政府同时会扩大自我快速抗原检测 政府已经采购了以千万计的快速测试包 预计下个星期就会陆续抵达 到时就会推出全民快检 给市民拿一套做一次 但是这个快检不能够替代核酸检测 只是一个辅助性质 这就很糟糕了 你叫那些市民 动不动 你说去验污水 验到病毒 就叫人去检测 现在是很大范围 很多市民排到 脚都远了 大哥去排队排几个小时 有时天气这么冷 有时下无无小雨 是很难受的 你说快速检测本来是德政 是好事 我也赞成 但是你给人做快速检测 你就应该让别人自行情报 那个检测结果上网就可以了 你不用多次一举 你又叫人自己检测 又叫人强检测 你检测这么多次干什么呢? 请问是 你快速测试的目的 在外国来说 就是为了取代那些什么东西 栓酸检测 或者排队的检测 你搞完一样之后 你家床叠屋 搞多另一样出来 其实现在就是 白痴的 真的 你让人快速检测上网 情交结果就可以了 对吧? 你不信得过市民 其实是 你怕别人乱报 你如果是不信得过市民的话 我想问你派来做什么呢? 其实他检测完之后 如果他检测到是阳性的 两条线的 他都可以不情报 他都可以继续在家里睡觉 是不是? 你知道吗? 他丢了那张检测 你知道吗? 天眼通吗? 你根本上都是不知道 你取代不了核酸检测 其实就是在浪费钱 到最后就要保住 那些检测机构的利益 就是要去做核酸检测 根本上是多余的 你能够买的那些检测工具 派给市民 你就洗到他在家里自己做 天口那么冷 搞到最后 原来又是多花一笔冤枉钱 去买这些所谓的检测工具 这边就继续找那些华大 或者其他检测机构 继续做核酸检测 双重花钱 多鱼啊 是不是? 一美就利益了那些医疗机构 好了 另外林郑又说到 他自从得到了快速测试工具之后 就不停地去做检测 非常谨慎的 保证是不会传染给其他人 因此他在立法会和见记者的时候 都不戴口罩 又是帮自己不戴口罩这个特权 硬来辩护 其实他根本上是有问题的 所有的市民去到哪里 都要求他戴口罩 唯独是你作为一个行政长官 上梁不正就下梁歪 原来你自己在政府内部 都是不喜欢戴口罩的 分分钟他开行政会议的时候都不戴 那你凭什么去命令 你那群马仔 不要去这儿 不要去那儿 人家当然不听你说 你叫人戴口罩 自己就不戴口罩 你叫人不要去生日会 人家就不去 好笑了 那你自己又去什么 殡仪馆 他自己爆的 他说去殡仪馆 那你就是有问题 人家去生日会 你就说要邓冬菇炒油 那也不要紧 没说你炒得错 但是 那你为什么自己又去了殡仪馆 红事就不行 白事就不行 以防疫抗疫的角度来看 有什么分别呢 又是群众聚集的场所 对吧 你去搞桑礼 一样去谷工 一样这么多人坐在灵堂那里 不是聚集啊 那些病毒懂得分的 那些病毒懂得说 死者为大 不要进去了 那些病毒 那些病毒都是没有道理的 林郑 是不是 还有 如果你说做了快速检测 日日检测 日日阴性 确保得到 不会传染给其他人 就可以不戴口罩的 市民行不行呢 如果你行 市民行不行 那就是双重标准 就是你作为一个权贵 是拥有了一个特权 而市民不行 那你说市民怎么会服才行呢 唉 根本上 你自己在制造一个阶级矛盾 另外呢 我们又再看看林郑究竟 怎样坚持着动态清零的目标 他说 目前呢 疫情仍未失控的 但是程序就越来越严峻 恐怕都没见到高峰 但是无论啊 严峻到什么程度都好 特区政府是不会放弃 不会投降 会继续尽最大的努力 清零围堵 坚持着动态清零的目标 等市民安全生活 你继续搞这些清零 市民就不方不安全了 荷包清零 经济清零 那就最安全了 是不是 一窮二百 都没什么再可以输了 那就最安全了 唉 继续搞这些事情 还要提升到一个 好像战略的层面那样 不会放弃 不会投降 那时候 搞这个脱贫攻坚战 唉 你现在搞什么鬼 不会放弃 不会投降 打仗吗 叫你去林郑月娥 你本身说什么 上个星期说 搞动态清零 那个是似作俑者 似作俑者 是奇无后辅 你现在想回头 不会放弃 不会投降 你是不是想奇无后辅 林郑月娥 好了 跟着呢 我们又可以看完林郑今天 还讲过些什么 她就在这个记者会上边 就透露 表列处所的范围 在下个星期二 就会在行政会议上边 就是拍板的了 究竟公共交通工具 是不是会纳入疫苗通行症的范围呢 林郑就说 有人赞成 有人不赞成 故此会在行会讨论 有结果之前 她都不谈论的了 即是说她是没有排除过 将那些公交 是纳入疫苗通行症的范围 即是迟早 可能有朝一日 真的要打了针 才可以搭巴士搭火车 搭地铁 神经的这个人 袁国勇说的那些 他又说信到十足 喂 现在梁卓偉 就叫你说 清零是不可能的任务 你又不信 其实他委任那么多个专家 就浪费气 总之哪一个对听的 就是专家 就是要听 不对听的就是所谓专家 就当他臭死 总之他就委任了四件 现在有件走了 日本那个 就剩下三件 喝那些专家出来 各自乱说 什么对听的呢 他就采纳 不对听就当听不到 这些是废的 好了 好了 接着林郑又说到 初期这个疫苗通行症 以接种一针 就可以进入有关处所 日后就会增加到两针 甚至最后就是要求打三针 搞到最后 其实就是要三针才达标 你这个设计 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你就不应该以打针 打多少针来计算 因为你打了两针 甚至三针是没有意义的 外国其实是怎么计算的呢 人家就科学很多的 人家就是计算 那个人打了针之后 最后一针 距离目前这一刻 究竟那个时间是有多长 有些国家就承认 三个月之前的 有些国家就承认半年之前的 有些就九个月之前的 有盐就是有松 但是那个就比较科学一些 但是我说明 我是反对搞这些疫苗通行症的 免得有些人又说我转态 有些人是很笨的 或者有些人是故意 断章取义的 就硬把我的东西扭曲 我是反对推行这些疫苗通行症 我说清楚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立场 任何一个政府在推行 所谓疫苗通行症的措施之前 一定就是要想清想错 不能够搞事情出来 根本上是不科学的 是不湯不水的 当然有些人就认为 你推这个疫苗通行症的目的就是为了谷针 我也同意的 他谷就是谷那些未曾打针的人 走去打针 但是有些打齐了两针的人 比如说 打针推行的时候是在21年 年头的时候 很多人在21年的2月或者3月 已经是打齐了两针了 距离现在这一刻 已经是接近或者超过了一年的时间 这样的时候 其实他那支针的效果已经是跌到 不知道去了哪里了 当然有些人可能就打第三针了 但是 如果他打了两针 在一年之前打的 你又搞这个疫苗通行症的范围 你就允许任何时段打过两针的人 都可以进去这个厨所 如果他打那支针的效果都已经差不多没有了 揮发了 那你就继续批准他进去 其实相对来说 对于其他人是不公平的 所以搞这些事情 老实说我是反对的 因为太过复杂 也是太过无谓 是无聊的 搞这些事情 到最后是 根本上就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 除了达到的效果就是谷针 没有了 即是你谷那些未曾打的人去打而已 未曾打的那些 他拿不到这个疫苗通行症 他就可能有个动机去打 但是你对了打了那些 打了一整年 他是不是还有效呢? 这支针 所以这些是很有问题的措施来的 至于打了针的人 其实也不代表 那是一路永逸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随时更改的要求 他都说明了 现在初期说打了一针就可以进去 遲些可能会增加到两针 甚至要求三针 即是辱除针板上 他要求你打多少针的时候 你就要被迫配合打多少针 所以根本上这些措施是愚蠢到不得了 一开了头就后患无穷了 直至到他取消那天为止 好了 接着我们又看看另一单的消息 在今晚HK01引述消息指出 就是说特区政府收紧措施 将会研究针对两方面 包括一些在这波疫情里面 曾经是爆疫 但未列入第599F章的处所 包括疫情两年来都未受到 停业影响的发型屋 以及在一些位于私人楼宇里面的 寺院、佛堂、拳馆和教育中心等等 因应爆疫风险提升 就需要研究立入规管 就立入所谓的庭运署所名单 第二方面就是研究限聚令 以及食店的堂食 会否再收紧至到只限两人 其实这些都是愚蠢措施 先说后可能将非法普 立入庭运署所名单 你本来说 之前已经有很多是盲目停业 美容院、按摩院、健身室、气院 全部都已经停了 各行各业苦不堪言 那些人全部立空租 你不要常常特区政府 以为防疫抗疫基金5.0 派给那些人就以为很厉害 任何一个做生意的人都是想赚钱 就不是欺负你那些烂津贴的 你那些津贴交得租来就不够出粮 就算你帮了多少 这些是你帮不了赚钱的 任何一个做生意的人都是想赚大钱 尤其是过年这些黄金档期 现在又没了 那你还说非法普也不行 非法普有什么得罪你呢? 原来就是因为 Delta群组的黄大仙、鳳凰、新村 其中一家的发型屋就爆疫 两名员工和一名到访者出事 令到这个行业就变得高危 这些全部都是危命题 为什么呢? 我经常都说 公共交通工具本身都是有很多病毒的 你不去采样检测就没有了 那你不要全部停下来 那些火车、地铁、电车、的士、小巴、巴士 全部都停下来 是不是要这样做呢? 不是的 社会也要继续运作 为什么那些行业又要被你这样搞呢? 那你政府总部有没有检测? 政府总部有检测? 去厕所检测 厕所最多病毒 你去厕所抽氧 是不是? 你不做? 如果怕你喜欢去哪里检测 採氧的话 到处都有病毒 是不是? 防不升防,到处备飞 你现在说那里爆疫 你就禁止那里 根本上就是治标不治本 那些头痛、衣头、脚痛、衣脚 哪里爆疫 你就说封哪里 如果是这样 全香港辞了封城 按照这种施政的逻辑的话 是愚蠢的 又再影响多一批人 那些非法谱的员工 是不是? 唉,根本上搞到最后就是愚蠢 当然啦 二人限聚令那些 我们昨天也说过 这些根本上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因为你在街上 除非半夜三更行街 任何一条街都超过两个人 是没意义的 好,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